大家好 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 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作为全球炙手可热的晶片代工厂 台积电如今是这个领域绝对的一哥 先进工艺得到了辉达、台积电、AMD、苹果等公司的认可 产能不够时加价100%也有厂商愿意 能进入台积电工作的员工多是精英 收入高 福利好事必备的 不仅每年工资与分红让人羡慕 平时有点活动也很大方 11月的台积电运动会上 公司就给每人发放2.5万新台币的奖金出手阔绰 但是员工对台积电的吐槽也从来没停止过 高收入伴随的是高压力 加班是家常便饭 毕竟半导体生产是24小时不停的需要轮班 而且职场文化等级森严 要求员工严格遵守纪律 了解台积电的网友可能知道 公司员工对他的一个评价 10万青年10万干 工作压力之大可见一斑 对于台积电的做法 有人提到 为何台积电不降低一些薪酬同时减少工作压力呢 这也算是一种平衡 但是台积电显然不接受这种做法 对于这个问题 网友及台积电员工 前员工在社交媒体 Frize上有过讨论 各方观点都有 有一个观点总结的挺好 大意来说 就是很多能力很强的人能够抗压解决复杂的问题 做出漂亮的PPT报告 同时向上管理 经营好人际关系 还能一面说笑 早早下班 这种人才会留在台积电 他们已经是台积电的形状了 之前有很多员工吐槽台积电 浪费了大量时间用在无用的PPT报告上 但台积电还是坚持这样的工作制度 结合这个解释来看 台积电就是用高收入与高压力的组合 形成了一种筛选机制 只有强者才配留下来 那些承受不了压力的人 最终要么主动离职 要么被淘汰 这样做的好处也显而易见 台积电留下来的员工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战斗力强悍 这也是二十多年来 台积电从普普通通的晶片代工厂 一跃成为半导体业界老大哥的核心原因之一 另外这家晶片制造巨头台积电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其月度营收增速放缓 这加剧了外界对人工智慧 AI热潮可持续性的疑虑 即便包括灰达在内的科技巨头 仍在积极争夺晶片供应 根据其公布的数据显示 台积电10月营收同比增长16.9% 未自2024年2月以来最慢增速 但仍高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16%增速 数据公布后 台积电美国存托凭证 ADR盘前一度上涨3% 随着科技巨头加速投资数据中心 行业高管对AI驱动的增长 仍持乐观态度 不过台积电的营收 仅反映单月业务表现 难以让投资者全面了解趋势 尽管如此 市场情绪依然紧张不安 11月上旬 科技股的突然下跌 令投资者震动 这提醒人们 过去一年 AI与半导体板块的强劲行情 或已逼近短期高点 华尔街多位执行长 警告市场可能出现修正 知名空头迈克尔伯里旗下的 Sion资产管理公司 已开始做空挥达 不过 科技巨头仍计划维持高额资本支出 Meta Google母公司 Alphabet 亚马逊与微软 预计明年合计投入 逾4000亿美元用于 AI基础设施建设 这一数字 较2025年增长21% 以确保在AI竞赛中 保持领先地位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表示 公司业务正月负一月的增长 愈加强劲 他会见了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 并要求增加晶片供应 目前各大晶片设计公司 都在争夺台积电有限的产能 魏哲家10月曾表示 台积电产能依然十分紧张 公司正努力缩小供需之间的缺口 作为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企业 台积电同时也是挥达竞争对手 超微半导体AMD与高通的主要代工伙伴 并为苹果生产 iPhone及其他设备所用的晶片 黄仁勋的乐观情绪得到同场认可 高通执行长克里斯蒂亚诺阿蒙日前也表示 全球仍严重低估AI未来的规模 与此同时 在智慧型手机影像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苹果公司正积极研发新型影像感测器技术 以提升未来iPhone的影像能力 据报道 苹果正在着手开发自家客制化的 100MPLofic横向溢出积分电容高画素感测器 目标是在未来的iPhone上实现影像能力的跨代提升 与传统CMOs影像感测器相比 Lofic技术在高亮度场景下能显著提升动态范围 同时保持低噪迅表现 特别适用于夜景 人像和逆光等复杂拍摄环境 目前 Apple Vivo 小米等厂商已启动相关研发计划 而索尼和三星 作为全球领先的影像感测器供应商 也在积极推进更高阶的研发路线 不过 苹果并不打算简单依赖供应链的标准方案 正如其在晶片领域 从A系列处理器到自研CECEX数据机 再到N1无线通讯晶片的策略一样 苹果竟向于通过长期技术积累 与底层架构打磨 构建可长期演进的自由体系 如今 这一逻辑也开始延伸到影像系统上 据最新报道 苹果与三星的合作 有望在2027年启动批量生产 而自研的100MP LOFIC 发案 则预计最早要到2028年才会正式量产 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两三年里 苹果仍将主要依赖索尼 并逐渐引入三星作为平衡与补位 以实现供应链安全与技术路线的灵活选择 而在先进晶片领域 现阶段全球晶圆代工市场目前呈现一超一强的格局 台积电以70.2%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 而排名第二的三星电子式战率仅为7.3% 两者差距近10倍 尽管三星持续投入先进制程研发与设备升级 但由于订单不足 其代工业务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业内估算 自2022年起 该业务每季度亏损约在1兆至2兆含元之间 为扭转这一局面 三星制定了明确的两年商业计划 目标是在2027年前时现代工业务盈利 并夺取20%的市场份额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提升2奈米GAA工艺的良品率 并与高价值客户建立稳定合作 转机已出现端倪 今年7月 三星与特斯拉达成一项 价值约165亿美元 持续至2033年底的长期订单 将为其生产下一代AI6晶片 此外 若Exynos 2600晶片 能顺利搭载于明年初发表的Galaxy S26系列 加上高通有望重返三星代工骁龙8系列晶片 三星的晶圆代工业务或将迎来实质性突破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